这个频道 这个人有意思了 这是一个NASA 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前工程师 做火星探测器的组的一个人 他在NASA总共工作了9年时间 在YouTube上开始玩 他怎么活起来的 这个人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频道 他的频道只有72个视频 很少 他少到什么程度 我们看一下 他2011年开的频道 这是他50个最近的视频 你看看 2018年12月雷一个视频 11月两个视频 10月份没视频 9月份雷了一个 8月份雷一个 7月份雷一个 6月份雷一个 5月份雷一个 3月份没有 4月份不知道到哪玩去了 2月份雷一个 1月份 大概你感觉到了吗 一个月雷一个 他的项目比较复杂 比较大 由于他这种前NASA的 这种好像精致招牌在那个地方 他就会得到很多关注 有很多大型的赞助商 也就是他的赞助费用 比很多普通的频道要多 但是他也有相当的广告收入 我们看一下他的流量 你不要看他只有这一点点 你看看 他的流量非常厉害 就这样子 每天有200多万的观看量 你不要只看70几个视频 200多万 然后他一年的话 他能赚到400万 这是广告费 他就是赚不到这么多 他应该非常接近 因为他的视频都是有长度的 有完成度 他的赞助商的话 盖茨美琳达基金跟他合作过 其他的一些大的赞助商都在他这后面 因为高大上 但是他也有不高大上的这一面 你看看他做的这些东西 弄好多这样子东西 灌满了 这样2500万个 这样子的小的这种闪光珠子 在一个池子里头 你跳进去 究竟会浮起来 还是沉下去 这种玩法 就是完全自媒体的玩法 没有什么科技不科技 并且他真正活起来 你知道是什么 是这个视频 有意思吧 这个视频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你没看过他 我就给你看一下 就是去一个party 然后讲我这个西瓜怎么玩 就把它用两个大小相同的西瓜 把其中一个掏空了 另外一个弄成壳子 然后就这样 告诉你这样的过程 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 就是好像很随意的 有这么一个点子 弄一个拍一下子 9900万 超级厉害 9900万 但是什么时候 2015年 他就玩这个了 他活起来了 在这之前 他玩了这个东西 他把当时的iPad 拆出来以后 写了一个APP 然后缝到衣服里头 在万圣节的时候 就拿出来 吓别人 谁都没看过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逼真 还会动的 他居然围绕这个东西 APP或者什么东西 申请了专利 申请专利以后 他就在网上开始卖这个APP 再加上Pad 再加上衣服 这样一个东西 居然几个礼拜之内 就赚了几十万美元 最后他这个东西打包 想卖个另外一个公司去了 这个是他第一次感觉到 商业市场成功 在七年以前 然后在三年以前 他玩了这个东西 这个可能就让他真正的感觉到了 巨大的威力 这个东西 你切一下子 将近一亿人看 这太厉害了 这是个什么概念 你看一下 怎么算这个钱 你把这后面三位去掉 因为是千次 你把这个千去掉 然后这前面 如果CPM 你认为它是二 你就乘二 意味着是什么概念 这个地方是九万多块钱 也就是说这个视频 如果CPM是两块钱 这个视频 就能够让他赚二十万块钱 就这样炫一个西瓜 你一年就做这一个视频 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东西 有没有多少创意呢 并没有多少创意 这种活起来 要有很多的外在的偶然因素 促使它活起来 但是这种东西就能给人一个很深的启发 虽然有很多的偶然因素 但是的确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一个视频能让你赚几十万美元 这个人做这个西瓜 简单的东西 九千多万的视频 太简单了 你能玩 我不能玩呢 给你看 搜索一下子 怎么样弄西瓜皮 你看第一个就是他的观看量 九千多万 这个第二个视频也是他的 他既然九千多万看他 我会再玩一期 弄个铁丝 进去乱搅一通 不就变成这个西瓜水来吗 环保啊 再玩这一招 一千多万 能看他 他实际上可以做个西瓜系列了 他没做 他就停下来了 他玩别的去了 然后 这个人家 你能量玩 我也玩一个差不多的 跟你这样的玩 多少 四个月以前 注意哦 四个月以前了 人家是三年以前了 四个月以前 这老兄才发现 这样子可以玩 我来玩一个怎么样 所以你就不要讲 哎哟 我市场调研了一下 人家开包子店 开了十二年了 所以我们不能做包子店生意了 别怕 OK 你再来玩 我也来跟着玩 两百多万 两年以前 玩呢 再玩 六十九万 够了吧 我告诉你玩这样一个视频 六万我就高兴 这必要什么六十九万呢 这趁热点吗 这是原创 这不玩吗 所以 我反复强调 多次每次举到这个例子 我就强调 还有人跟我讲 我不知道怎么原创 我不会原创 这就是原创 他弄西瓜 你弄别的瓜 我不知道 别的瓜有什么好玩都没有 至于说 你看到这个瓜 你就能想变其他所有的瓜 这才是正常的学习 你不要讲 人家做了西瓜 我不能做 我现在就 又是从最极端的角度跟你讲 人家做了西瓜 你看看 有多少的 如果人甲衣丙丁 都在做西瓜 没有超过他九千万 我不需要九千万 我就把世界上 所有九千万的视频 每个都做一遍 行不行 然后每个都给我九万 好了吧 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你看 我就给你看看 就是三年前 人家玩过了 人家几个月还去玩 也能搞到几百万 并不是暗示 你去搞的时候 就能有几百万 或者几万 那就是几十呢 如果这是你第一个视频 哪个五十个人看 高兴不高兴 你去看看我们频道里头 所有开始做第一个视频的人 看看有多少人看 如果你玩这个视频 扔上去 有九十个人看 你应该感到高兴 就对了 然后你这样子 一个个做过去的 你就哪一天会发现 有个视频 九千个人看 在哪一天 睡一觉起来讲 你撞大运了 昨天晚上居然 有两万五千个人 看我那一期视频 就这样起来了 就这样子学习 别人的这种东西 你看 你往下滚了 不厌其烦的 有人在这边玩了 这个三年以前 这个人来了十一万 各种各样的西瓜 有的是这种西瓜 你能不能用别的呢 你来个黄西瓜 你的西瓜 是黄的 别人都全是红的西瓜 你是黄的 大家就看了 或者是你的是迷你西瓜 就跟西红柿 那么大的西瓜 也好奇 大家玩了 都可以 他用刀来学 你能不能用别的 比较高级一点的 电动工具来玩一下子 把它学得非常整齐 岩石和缝 等等等等 看都在玩了 八个月以前 玩了六万了 多少人在玩 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 告诉大家 点子从哪来的 你不要想到 你会破天荒的 就你创造一个 我给你研究一下 我有个点子 千万别告诉别人 请你尽早的脱离 这样一个认知的程度 点子 一点钱都不值 我告诉你 有个人在杭州做包子 几年时间做成亿万富翁 然后把包子店开到美国来了 好重要的信息 你去开包子店吗 你能成吗 点子一点都没有用的 好好去做就行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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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